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第三次 李堅市聯席會議 在經過兩天的議程圓滿閉幕 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宋伯毅順利連任 那麼前副總統呂秀蓮 僑委會副委員長田秋景 駐南非公使石成茂等貴賓 也出席閉幕典禮來做見證 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第三次 李堅市會議圓滿結束 前副總統呂秀蓮 僑委會副委員長田秋景 駐南非公使石成茂 外貿協會副董事長莊碩 世界臺商總會長林建松 監事長楊錦德等貴賓 應要參加閉幕典禮 經過票選 宋伯毅連任非洲臺商會總會長 他讚揚兩位世界總會長候選人 展現非洲臺商團結與民主風範 同時也感謝僑務委員林茲毅 對他一路的提拔與幫助 駐南非公使石成茂 喬委會副委員長田秋景 恭喜大家辛苦開會有圓滿的結果 更感謝大家在會議上再次展現 臺灣民主的成熟度 南臺商非洲總會我們有很多的年輕人參與 我們的總會長本人就是我們的第二代 他隨著父親的農耕隊來到非洲 在許多國家都生活過 學習過 那他今天又在連任 證明了他的領導是大家心服口服 眾望所歸 覺得真的是非常恭喜 深慶得人 我相信在他的領導之下 我們非洲臺商總會未來一定會更上層樓 臺灣的產品行銷到非洲各地去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我覺得我們每一位鄉親每一位臺商 在非洲都是蠟燭 都代表了臺灣的軟實力 臺灣的光明 真的是感謝大家 我們一起加油 世界臺商總會長林建松和世界總會監事長楊錦德 分別贈送紀念品給宋伯毅 隨後在僑委會田副委員長和楊監事長間交下 新任總會長和監事長完成硬性交接 另外在大會安排下將參選二十四屆世界臺商總會總會 來自北美洲臺商總會世界臺商諮詢委員的林桂香 也上臺與大家搏感情 爭取非洲臺商朋友的支持 臺灣紅灣電視蘇展慶 南非德班採訪報導